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长安十二时辰》 作者马伯雍 演播张腾岳 第四十七集 这突如其来的霹雳 让屋子里所有人都一哆嗦 一丝张口结舌 简直不敢相信 自他来到长安 可从来没人对他这么声色俱厉啊 张小静大骂道 你以为你是刑部尚书还是大理寺卿 在这里屋子锅造指手画脚 在下指示 你们这个波斯寺窝藏药犯 危害长安 你阻挠靖安寺办案 几令刺客逃脱 光凭这两条罪名 就足够把你寺连根拔起 你还觉得自己有功 可是滚出去 伊斯被骂得面如死灰 半赏才鼓起勇气 画一十字道 我乃是上帝之仆 只以神圈为顾念 然后身居一躬 转身离开 脚步亮亮呛呛 似乎深受打击 谭奇望着他的背影离开 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有点同情这个自恋天真的景僧 可事态严重 由不得菩萨心肠 只好金刚怒目了 对伊斯发泄了这么一通 那刺客也有点被吓到了 张小精一拍桌子 我告诉你啊 你们杀的这个人 是突厥的诱杀 他替一伙凶徒筹划 要在今晚毁掉整个长安城 你们接的委托 正是替那些凶徒灭口 刺客瞳孔为之猛然收缩 他不知道诱杀是什么身份 也不太能搞清楚 这之间的复杂关系 可他知道 整个长安城被毁 是什么结果 手捉狼为虎作娼 对抗朝廷 届时别说你们的组织 就连边地所有的手捉城 都要全数肃清 刺客沉默不语 可他的眉角在微微颤抖 肃清只有两个字 却意味着十几万手捉妇孺 流离失所 沦为贱奴 大唐朝廷干得出来这种事 说出你的上级 这是在挽救你们手捉狼自己 张小精发出了最后一击 刺客终于彻底崩溃了 聂如着说出了一个地址 平 平康房 我们的落脚处和委托 都是在那里面的流济疏寺交接 平康房 张小精先一愣 再一想 觉得再合理不过了 平康房里可不光有青楼 里面还有范阳 河东 平庐 朔方 河西 安西 北庭 龙幼 建南 岭南五府 十位节度使的刘后院 这十个刘后院 负责十位节度使在京城的诸巷事务 大到钱粮调遣 官员走动 奏章成帝 小到家眷出游 礼品采买 都归其负责 他还有个不能宣诸于口的工作 就是担任各地驻京城的情报役 既搜集地方情报 汇总给朝廷 同时也是节度使在京城的耳目 突厥狼卫袭击京城这件事 最早就是被朔方刘后院发现 然后报与朝廷 靖安司接手 那是之后的事情 节度使是手桌廊的大客户 一般由刘后院出面发出委托 手桌廊把落脚点设在平康房 沟通起来自然再方便不过了 看来今日注定要二入平康房啊 张小精一边想着 一边活动了一下指头 左手小指头处的伤口 又隐隐作痛起来 他正要动身 忽然听见外头一个旅奔军士兵 惊慌地跑过来 谭其认出 他正是派去光德坊 靖安司的人 忙拦住他问 怎么回来了 靖安司遇袭 士兵拖着哭枪 气都喘不云了 整个大殿都着起来了 光德坊的靖安司大殿 正变得前所未有的明亮 无数星星点点的火苗 从壁里瓦间窜出 他们疯狂地吞噬着建筑 发出嗲嗲啵啵的声音 每一个弹纸都在风扎 用不了多少时候 这些火苗便能汇聚一处 把靖安司大殿 变成一具不逊色于西市 任何一处彩灯的大火炬 与此同时 左右偏殿也同时腾起火头 在火势成形之前 极黑的浓烟已率先飘起 四周火星缭绕 如一条泼墨的黑龙 跃上夜空 烟色极黑极浓郁 还带有一种刺鼻的未老 本来已被珠坊灯火 映亮的天空 生生被这一片烟雾 重新抹黑 远近的望楼 都在徒劳的向总部 挥动着紫色灯笼 等待着注定不会再有的回应 许多靖安司的疏力 从正门和偏门涌出来 他们个个狼狈不堪 有人摔倒在地 有人大声呼救 甚至还有人后心衣襟上 还燃着火 边跑边发出凄厉的惨叫 所幸长安 一贯击重是上元节的火灾隐患 每年到了灯会 都会安排大量武侯随时待命 一见光德坊火起 附近珠坊的救火武侯 立刻做出了反应 朝这边赶过来 只是关灯的人实在太多了 他们在路上 要花费多一倍的时间 先期抵达的救援 人手太少 只能先对幸存者进行施救 然后保证不让火势蔓延到周围建筑 对于大殿本身则完全束手无策 不少官吏逃到安全地带后 一屁股蹲在地上 对着大火痛哭流涕 大殿和左右偏殿存放着大量重要的文档资料 这一下子全被烧没了 没了这些 就无法施展大暗毒术 锦安司将失去最重要的洞察力 这些幸存者的心中 都有一副难以言说的恐怖影像 他们逃离大殿前 看到殿中那座巨大的长安沙盘 被大火所笼罩 朱雀大街的地面裂开大缝 乐游园在火蛇铁势中融化 曲江池中生腾起烟雾 一百零八仿式一片片的轻颓坍塌 那简直是宛如地狱般的景色 每个看到这一幕的人 都被这巨大而不祥的征兆 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这场大火惊动了周围所有官署 从房角的武侯铺 到经兆府的不良人 从吕奔军到幼宵魏 都纷纷派人仕途接近 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许多关灯的游人和闲汉 以为又是什么新噱头 于是好奇的凑过来围观 靖安司的地位太敏感了 他在这个时候失火 势必会牵动方方面面的关注 按道理 在这个时候 应该首先设法抢救店中文书 然后设法恢复大望楼的通讯功能 调遣诸军布防 可是贺之章与李毕两个主官 一个病危 一个被挟持 靖安卫和吕奔军主帅 又远在易宁房 主事徐斌也不知所踪 整个局面群龙无首 一片混乱 靖安司就像是一个 被翠毒弓箭射中的巨人 一下子便瘫倒在地 全无知觉 一队骑兵飞快地冲了过来 他们的尖窥下缘 坠着豹皮 一看便知道 是隶属于右销位的豹骑精锐 豹骑们挥舞着马鞭 粗暴地驱赶围观的百姓 很快在火灾现场附近 清出了一块安全的空地 一身戎装的干守城 在十几名禁卫的簇拥下 匆匆赶了过来 皇城之外 本不归右销位观 不过干守城 恰好巡视到了附近 便赶了过来 干守城抬起头来 一言不发地 观察着大殿的伙势 紧绷的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旁边一个禁卫笑道 庆安司烧了咱们 没几个时辰就遭了报应 这县世报也真爽利 他话还没说完 啪的一声 马鞭狠狠抽到了他大腿 把他疼得一蹦高 干守城低声喝道 闭上你的勾嘴 此刻他的心里 可没有丝毫报复的快意 有的只是恐惧 刚才手下已经找到了几个幸存的疏离 根据幸存者的描述 那是一伙自称皮肤的蒙面人 突袭了静安司 进行了一番杀戮与破坏 然后在外面的人觉察之前 迅速挟持李思成离开 临走前 他们还喷洒了大量的石枝火油 把整个大殿和偏殿复之一具 外行人听了 只会震惊于突袭者的残忍 但有几十年军陵的干守城听完 感觉到的却是彻骨的寒意 操控者要何等的胆识和自信 才能想出这么一个直击中枢的计划 这次突袭 无论是事先情报的掌握 计划的制定 以及执行时的果决利落 都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准 就像是议员无名小将 单起闯关 在万军之中 生生取下了上将的首级 干守城不认为 任何一支京城禁军 能有这种能力 就算是边军 也未必能与之媲美 匹福 匹福 干守城念叨着这两个字 不记得有任何组织叫这个名字 这样一支强悍的队伍 如果袭击的不是靖安司 而是皇城或者三大公呢 干守城想到这里 握马鞭的手腕不由的颤抖起来 心中冰冷 此时一名骑兵飞驰来报 我们找到崔都尉了 干守城道 立刻让他过来汇报 崔气一直留守靖安司大殿 他那应该知道的更详尽 可骑兵却面露难色 这个还是请您过去吧 干守城眉头一皱 抖动江声 跟着骑兵过去 在靖安司附近的一处 生熟药材铺门口 十几个伤者 躺在草草铺就的扇布上 声音声连绵不绝 老板和伙计正忙着 在一个大石灸里调麻油 这是眼下炮制最快的烧伤方子 还有几个热心居民 正忙前忙后的端着清水 在铺子门口 几名右销位的骑兵 已经左右站定 不许人靠近 干守城一掀帘子 迈步进去 里面一共有四个人 除了崔弃以外 旁边还有两男一女 都是灰头土脸 干守城只认识其中的姚汝能 看到干守城进来 姚汝能只是转动了一下眼球 面色暗如死灰 他没想到 前面大殿比监牢还要惨烈十倍 当他看到那熊熊大火时 整个人差点疯了 他的信仰 信心 以及效忠的对象 就这么化为了飞灰 干守城扫过姚汝能 又看向旁边的崔弃 他的情况 比姚汝能还糟糕 整个人直挺挺地 躺在门板上 下腹部一片血污 上面 沾满了糊状的止血伞 干守城一看就知道 止血伞根本没发挥作用 就被血冲开 肯定没救了 听到脚部声 崔弃忽然睁开眼睛 虚弱地朝他看过来 口中一张一合 干守城对这个叛徒 没多少好感 可如今看到他惨壮如丝 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索性俯身前探 直接开口发问 崔都尉 你觉得袭击者是谁 半嗓 才传来了一个极其虚弱的声音 军人 都是军人 干守城心中一沉 他一直在怀疑 这种精准狠辣的袭击方式 不可能来自于职业军人之外的组织 这下子 只怕整个大唐军界 都要掀起波澜了 能看出是哪儿的军人吗 干守城追问 崔弃闭上眼睛 轻轻摇摇头 干守城一看他这状况 只好放弃询问 心不在焉地宽慰了几句 这时 崔弃又开口道 干将军 我不该来长安 嗯 干守城一正 我到京城来 本以为能建功立业 可我不该来 长安把我变成一个 我曾经最鄙视的懦夫 六郎啊 我想回笼山 想回笼山 崔弃望着天花板 难难地念叨着 两行泪水流下脸颊 周围的人 黯然不语 他忽然拼尽全力 大吼了两声 笼山催气 笼山催气 然后叫声 戛然而止 呼吸也随之平静 温染默默地蹲下身子 用一块汗巾擦拭催气的仪容 他不知道 这人之前有什么事迹 但在监牢前 奋勇杀敌的身影 他是清清楚楚看在眼里的 要如能斜过头来 目光里有浓浓的悲哀 脑子里想起张小静的那句话 在长安城 如果你不变成和他一样的怪物 就会被他吞噬 甘守城站起身来 将左手横在胸前 敲击胸口三下 这是军中的袍则之力 旁边的禁卫们 也齐刷刷地随将军行礼 一个声音在屋中响起 君不闻 胡家生醉悲 紫然绿眼胡人吹 吹之异曲游未了 仇杀楼兰争树耳 凉秋八月削关道 北风吹断天山草 昆仑山南月遇邪 胡人向月吹胡家 胡家怨夕江宋军 秦山遥望 龙山云 边城夜夜多愁梦 向月胡家水喜闻 这诗涌的是戍边之事 句子之间 缭绕着一股悲怅思归的情绪 众人转头回去 一个方脸挺鼻的年轻人 斜靠在墙角 双手抱毙 刚才的诗就是出自这人之口 这是你写的 甘手承问 曾深拱手道 只是有感而发 几行散碎句子 上不成篇章 在下 仙周曾深 诗不错 只是不合时宜 盛世正龙 何必发这种悲怨之言 甘手承随口评价了几句 然后转身出去了 曾深在他背后大声道 将军 你觉得这盛世 真的只需要奉迎送赞之言吗 武色使人忙 眼忙之人 可是看不到危机暗幅的 甘手承脚步停住了 他不是被曾深的话所震惊 那种文人式的抱怨 没什么新鲜的 而是从他的最后一句 联想到了一个可怕的猜想 那些人袭击静安斯 随身携带火油 显然是为了破坏而来 逆达目的立刻撤走 这种举动不像是复仇 更像是一种预防措施 静安斯是长安城的眼睛 把眼睛挖掉 他就变成了一个盲人 敌人便可以为所欲为 也就是说 突袭静安斯 只是计划中的必要一环 袭击者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想通这一点的干手城 铠甲内衬 立刻浸出了一层冷汗 比静安斯更大的目标 在长安城可不多啊 大家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